好 outward呢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新的 一个新一点的 这个outward 跟outward相关的一个小知识 刚才我们讲了 敲了outward以后 实际上呢 是把 ISPL算法的结果 对吧 去往尾端 去往尾端的这个吓一跳 直接改为什么 直接给为tunnel 直接改为tunnel 对吧 好 那这时候呢 在路由表中间 去往尾端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还是按照 你本来的这个协议来看的 对不对 好 那我看一下啊 tunnel18 tunnelmps 圈圈经理 outward 就是什么 叫做destination destination 回车 这时候的话呢 它会把去往尾端 直接变成一条静态路由 把去往尾端 直接变成一条静态路由 把去往尾端的 这么一个路由 直接变为静态路由 好 看一下啊 说完pwtun 看到没有 这边的 我们有没有介绍静态路由 实际上是没有的 主要表中间实际上是没有 它是自动生成的 对不对 自动生成的 但是呢 去往尾端之后 节点的话 就跟你没关系了 只是去往尾端 把它改成静态路由 能听懂吗 只是去往尾端 这是一个呢 稍微新年的这么一个东西 有什么用 哎呀 我还说不好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特别用途我还说不好 你感觉有什么用 难道说静态路由的AD小 更容易从这里面走 我trass一下吧 还有一个 我trass一下 trass7.0.8 还是一样 从隧道里面走 还是一样的 但是的话呢 哎 改静态路由 改原来那个路由 有什么区别吧 区别就是 这个AD小嘛 就更容易从它走嘛 对吧 嗯 如果说呢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不是 不是 你改的 再改的复数 你还是原来这个协议 你的AD还是115 是吧 你只是改的metric嘛 你这个值是没有改的呀 对吧 这个呢 就相当于自动生成一条静态路由了 对吧 将来的话呢 我想找它的话也方便了 比如说我想找 去往尾端的时候 怎么走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重温目镜态啊 倒没试过啊 重温目镜态 能不能重温目镜 这个协议 没试过 试一下 我只是想试一下 呃 OSF可能 呃 data d 0.1 那我看 0.0.0.0 试一下啊 我 我不太 那个 呃 重温过镜态 3.s 我看看能不能进去 没有 还是没有 我再起一个 我再起来看看 看他们见了邻居以后 能不能重温过 诶 有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想把去往尾端的这个路径发布到BGP里面 是不是 把去往尾端路径发布到BGP里面 诶 可以把去往尾端 对吧 可以把去往尾端的这个 什么来着呢 啊 大家记笔记的时候 啊 好要记啊 我经常可能会 就简单笔记了啊 sow run section 呃 sow ip root 去往尾端直接变为一条什么 进来路由 就是这个 但是 现在你要让我 非说它有什么用 哎呀 我现在说不出 说不太出来 对吧 说不太出来 但是呢 就会生成一条进来路由 对吧 那这条进来路由呢 肯定是要被别人 调用 才有用 否则的话呢 还是原本的这条路由 更有用一些 是不是 原本这条路由更有用一些 行吧 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小菲水 啊 放在这边看一下 其他没什么用 好吧 来